Hello 大家好 我是芽芽 有人做生姜菜 苹果菜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土豆菜 首先我们准备三个土豆 然后给它切成薄片 切好以后给它放到蒸锅中 给它铺平 上锅蒸熟 15分钟后我们打开看一下 用胯子能搓穿就已经熟了 直接给它倒入了碗中 趁着热气给它加入一小勺盐 然后给它碾成泥 就碾成这样就好 然后放在一旁备用 用勺子舀入一勺土豆泥放在上面 然后用手指抹一点水 涂在这个边缘下 再给它两面对折过来 然后用叉子 把边缘压实了 做好以后先放在一旁备用 碗中倒入一个全蛋 然后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过后就先放在一旁 再准备一旁面包糠 然后戴上手套 先裹上一层鸡蛋液 再裹上一层面包糠 裹好先放一个碗中 全部做好先放在一旁 锅中有温烧至放下筷子 能够迅速止泡 然后直接放入油锅中炸 锅中炸两分钟 给它翻一次面 就炸至这样 中间鼓起 然后颜色变深 就可以出锅了 就这样香香酥脆的土豆拍 就做好了 加起一个来尝尝看 真的太香了 光天这身就已经非常的脆了 对不对 色泽饱满 里面满满的土豆馅 既好吃又好看 如果你也喜欢 就动手做起来吧 然后记得关注我哟 感谢您的支持